大同乡公所举办 泰雅情人节彩虹桥之恋活动 许多部落小农利用机会 推广在地农特产品 除了运用自然农法栽种无毒蔬果 也有部落小农发挥创意 制作有别于以往常见的竹筒饭 竹筒饭的特别是有小米 我们自己种的小米 还有纸米 香蕉 以前我们香蕉是用香蕉叶去包 现在是用竹筒 因为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 用竹筒 因为竹筒里面有竹膜 吃起来味道更不一样 部落小农以小米取代一般稻米 更推出主打养生的纸米竹筒饭 展现创意 我们平常推动的工作 有四级的发展 有泰雅美食的推动 跟猎人银的一些体验 那我们今天大同乡的 这个情人节的活动的摆摊 我们一些市集的推动 就是我们的成果之一 那里面包含的有一些 在地的农特产品 然后还有泰雅族的手工艺品 都是我们推动的成果之一 斯达吉斯部落产业 永续发展协会表示 协会除了利用假日部落市集 推动在地农特产品 也会安排至外县市 观摩其他部落产业发展 将更多产业经验带回部落 记者朱古大陆 宜兰大同采访报道